我在这里奉劝大家一句 在广东见到那些小蟑螂 前轮不要手软 前不久我在我房间窗边 看的了一只小蟑螂 白色的 就指甲盖那么小 我还母爱泛滥 把他赶到窗边 然后昨天晚上 我躺在床上窗帘下面 突然就爬出来 一只这么大的蟑螂 长得挺快啊大哥 我第一反应就是 这可爱没放得不一样 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广东的蟑螂 玩意是玩意张开 你凑近看跟放烟花没什么人样 昨晚我就当季做出了一个 大多数人都会做出来举动 然后他就突然 这声音你一听就是烧柴油的 飞起来配个后面能冒黑烟 他趴在窗帘上 谢谢爸爸 你先进去看一下 他有没有在门口埋伏我们 你知道蟑螂这玩意 最骚的是什么吗 就是你一拖鞋打下去 能触发他的被动技能 爬给你玩消失 然后又在这边 啾一下出来 啾一下消失不见 这边也啾 啾啾 然后突然一个俯身对着我冲过来 最后我爸还是把他打到了 握在手里就怎么走出来 父母为什么他们就不怕蟑螂 我是我爸的话 我打完蟑螂就回到房间里 躲在被窝枯 再见